大家好,今天把名字改了,改成我的真实姓名了 为什么要改呢?一个是在频道上有用我名字骂人的,大家也看到了 再一个就是我看到了一些QQ,那么它的头像包括资料都改成了我的名字和我的资料 那么算是为了以正视听吧,或者是避免出现一些麻烦 或者是有人利用这个,你说是人声攻击也好,或者是招摇撞骗也好吧 所以我都改成了自己的名字,包括我的QQ什么的,我也改成自己的了 也算是就是让大家知道吧,这个是真的,尽量一个是不要被骗嘛 再一个就是尽量不要被或者是恶意造谣抹黑吧 我觉得他们改成我的名字啊,肯定是要有一些造谣和抹黑 那好啊,这个先提前说完,那么进入今天的正式话题 就是说,美国到底有没有公务员热 美国的年轻人到底想不想考公务员 那么说这个话题,大家知道是针对刘大胜的 本来不太,以前觉得刘大胜这个人太傻了,不太想聊他 嗯,但是看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是觉得他真的傻的有点 冒怎么说呢,就是啊,傻的 太让人可笑了,觉得 嗯,还是说一下吧,再一个本身这个话题啊,也值得聊一聊 嗯,第一个先说一下 关于公务员这个权利啊,或者腐败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啊,曾经说过 那么啊,我的身边包括我们农村有很多了 通过考大学等等,考了公务员了啊 还有做医生的,做教师的 那么首先呢,作为公务员啊,你要想腐败 他有一点,你要有权利啊 如果你没有权利的话,那你能腐败什么呢 对吧,那么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公务员啊,都是普通的科员,你也没什么权利啊 比如我的啊,朋友吧,也是农村的比我小几岁啊 他也是后来读了一个大学,但不是很,反正是二本的大学吧 在社保,他在社保做什么呢 就在那个,有点类似银行的柜台吧 就你来交钱了,给你存钱等等吧 对吧,那你说他这个活,他能腐败什么呢 他也没有什么权利啊 对吧,很多工作都是按流称奏的 而且关键的事你也决定不了,你得请示领导 那么作为我们的公务员,大部分都是这一类的 都是这个被动的执行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那你能有什么权利啊 有权利的前提啊,对吧 不是,能腐败的前提是你有权利 那么中国呀,太往上的我阶层不到 那么中下层我还是能接触到的 那么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的话 普通的公务员呢,尤其是普通的办事员和普通的科员啊 想腐败我觉得也挺难吧 那么真正腐败了在哪呢 其实中国的很多是烂在基层啊 尤其是我们这个乡镇农村 农村也比较严重 那农村为什么严重呢 因为农村是选举的,对吧 至少从中国这个基层的例子啊 反倒这个腐败啊 最严重就出现这个选举这块 选举现在你还没法管啊 像小时候吧 这个乡镇或者县里任命的村长 你可以去告他 现在你没法告 你告人家就会告诉你了 这是你们自己选的嘛 对吧 你们自己要负责嘛 而且这个选举啊 农村的选举其实也有罢免程序啊 但是你很难了 因为什么 他选举都是家族式的啊 他一个像我们这个村里选举啊 基本就拿我们隔壁村吧 不好说我们村容易得罪人啊 就是两大姓啊 比如一个姓张的一个姓王的 农村里亲近套亲近的特别多 那他们选的都是这两大姓 这两大姓的亲近非常的多 对吧 如果你不是这两大家族的 你根本选不上 那么很容易啊 你譬如张家选上了 对吧 他照顾的是张家的利益 他不照顾王家的利益 他也不照顾其他这些亲近少的人的利益 那么这些亲近少的人的这些利益啊 你要连手罢免 可是人家张家人多 你就罢免不了 所以就造成了这一系列 一系列的问题吧 或者是不公平也好 腐败也好 那么这个话题啊 不在今天的讨论之里 那么以后会详细谈这个农村的选举啊 那么继续回答这个公务员系统上来讲 那么在中国啊 至少从我接触的那么最优秀的年轻人 他也不会考公务员的 对吧 这个社会上啊 比公务员收入高的职位 也是有不少的啊 也包括福利吧 比公务员高的也有不少 那么公务员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他属于一种中等的 就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呃 单纯说工资来讲啊 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如农民公高 但是公务员的优势在哪里在 一是稳定 二是假期有充足的保证 三是啊 这个医疗保险等等 这些东西有一个足够的保证 但是单纯说他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呢 其实并不高啊 呃 包括乡镇嘛 我有在乡镇做公务员的朋友 呃 那么单纯说工资啊 这个我们这个乡镇啊 一个月就拿三千左右 啊 那个其实你要去打工 打工的话 对吧 我们 呃 我以前说过就像我们这个地方啊 饭店服务员也能拿到三千 但是他比饭店服务员好在哪里 就是好在他有保障 有一些啊 呃 公积金了 对吧 医疗的这些保障 那么比我比大家花钱买这个社保 像饭店服务员 饭店老板买这个社保就好一些 呃 也在有点类似台湾吧 他这个军工教 对吧 他这个年薪啊 年薪啊 年薪那要比普通的劳工呢 也要高一些啊 等我们再回到美国吧 美国的话呢啊 呃 昨天刘大胜这个话题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呢 给我留了一段言 呃 再一个呢 就是看知乎吧 知乎有一个叫啊 刘希祥的 那么我看一下他在知乎的资料啊 呃 他是前美军战地工兵士官 伊拉克战争的老兵 那么他现在呢 在美国联邦啊 劳工部做探员 而且是NRA手枪教官 那么OH隐蔽持枪证教官啊 那么他在知乎写的这篇文章就说啊 那么他家上一代 就是他的父亲等等啊 都是联邦的雇员 那么他自己呢啊 也是联邦的雇员 他的嫂子也是 他的媳妇也是 他媳妇的闺蜜 也就是说这个呃 有点类似昨天说的那个视频吧 就是这个社会都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的 对吧 那么这个呃 因为他呀 他家上一代等等 包括他的媳妇 媳妇家的上一代 都是联邦雇员 用我们的话讲 都是公务员 所以呢 他在身边的朋友圈了 包括他上一代人的朋友圈了 也都是公务员 那么用他 所以他说啊 对于这个话题呢 他是很有回答的资历的啊 因为他是不仅仅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而且他们家至少两代人吧 都吃过猪肉 那么美国的这个公务员 首先他分两种 一种就用 其实台湾啊 也一样 一种叫政务官 一种叫事务官 那么政务官呢 是选举的酬庸 比如你选上市长了 你就可以任命各个部的部长啊 还有各个部门的主管 那么这个政务官呢 基本都是选举的酬庸啊 比如他也举了一些例子 我这里不详细举了啊 反正就是假如你在选举当中 你选上了市长的话啊 那么你在任命你的执政班子的时候 对吧 这个很多都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啊 有的是你的朋友 有的是你的同学 还有的是你的金主啊 他还有很多的部门吧 基本就是花钱买的 那么他当然不能直接 给钱 他通过是政治现金 或者是投资一些基金的渠道 不管怎么个渠道吧 大体都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在美国的议员也好 州政府的雇员也好吧 这台湾也有了 你像这个啊 这个之前立委补选 柯文哲的那个 柯文哲那一派的那个人 对吧 就就已经 大家扒了他的脑底 因为他说连胜文是官二代们啊 那所以扒了他的脑底 那么他的他的父母等等都是政治人物 而且他的从政资历是什么 就是他父亲做议员的时候 他给他父亲做议员助理 他就是这个从政资历 这就是他写在他的履历上了 那么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啊 那么很多假如你是市长的话 那么你的子女呢 就也可以进入市政府的团队啊 这个一个是政务关系统 那么二一个就是事务关系统啊 呃 事务关系统呢 就是公务员 其实在亚洲啊 啊 中国大陆 日本韩国 包括台湾啊 香港 其实英国也是了 英国有很强大的文官系统 他都有一个考试 但是美国没有考试的啊 美国是 啊 要向社会招聘 那么他大概通过是 us jobs 啊 这个网站进行招聘 但是大部分的招聘啊 都是内定的 尤其是这个工作比较好的 呃 像这些比较顶层的啊 一些管理部门部门 也就是说啊 钱少啊 不是 钱多事少啊 这些部门 呃 基本是呃 发布招聘的时候呢 其实内部都已经安排完了 呃 而且啊 在美国这个事务官 也就是公务员系统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需要推荐的 那美国这个推荐制 不仅仅是公务员 也包括大学啊 你比如 呃 哈佛耶鲁啊 等等这些著名的大学呢 呃 都需要 对吧 知名校友的推荐 如果有知名校友给你推荐的话 那么你的录取率会成功很多 呃 所以美国的这个事务官 也是一样了啊 如果呃 有人推荐 这个推荐就很好理解了 对吧 基本都是 你的 父母了 或者是 啊 你的亲戚当中吧 那么要不就是彼此之间有利义输送的关系 如果你没有利义输送的关系呢 那么你很难 啊 很难 那么他会不会有对外照聘的呢 也有 但是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啊 下层的工作 比较基层岗 呃 就像中国我之前说的 像我那个 朋友 朋友吧 对吧 在这个社保站坐柜台的啊 这个活其实 一天也挺忙 又没什么权利啊 也没什么收入又不高 事又多 对吧 经常碰着一些老头老太的无力取闹 跟你吵来吵去 那么这 这种啊 最次的会向社会招聘的 社会招聘的时候呢 也要看就是他整个内部啊 到底有没有人需要啊 内部人到底需不需要这个职位啊 那么呃 如果内部没有人需要呢 这部职位就像社会招聘 如果内部有人需要呢 那这部分职务呢 也依旧是内部消化了 那么再一个呢 呃 就是美国的公务员会有一些实际生啊 或者用中国大陆讲是临时工 那么他的工作呢 的收入呢 是正式岗位的60%啊 基本上 你要工作很多年才能转正 他不能享受这个 呃 事物观的 这些福利待遇啊 他会享受一个基本的 譬如养老医疗等等啊 但是不会享受大家整体的这个福利待遇 那么这个福利待遇有多高呢 呃 也是这位美国的现任公务员 包括他这一家公务员都讲 譬如吧 他老婆的闺蜜 呃 医疗金是什么呢 每年不高于300万美金 也就是说你在 你今年的医疗费啊 是300万以下 你随便啊 譬如你花了280万美金 那他就给你爆掉了 美国这个医疗费是非常高的啊 而且这个300万美金啊 相当于国内人民币的话 大概2000万人民币了 那你说这个福利待遇高不高啊 所以这个美国的公务员也一样啊 不要看工资 也要看福利待遇 那么即便看工资的话呢 美国的公务员也是中等收入 他这个中等基本上 但是啊 他也讲了 在美国这个公务员呢 也不能单纯的来讲 因为美国这个政策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政策呢 是中央财政在各个地方统一安排的 那么美国很多地方的财政是比较独立的 所以他这个公务员的收入呢 也要看这个 呃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啊 地方政府是不是有钱 比如你这个市是不是有钱啊 你这个州是不是有钱都很重要了 那么如果是联邦政府的话呢 又有一定的区别 因为联邦政府呢 是他的财政是另外一套财政系统 那么简单来讲啊 用他的话讲就是 富裕的地方啊 政府是最好的啊 七次是联邦政府 七次是州政府 但是这个穷的地方政府啊 那就很刺了 那么你像很多比较穷的地方政府 譬如伊利诺伊州 很多这个公务员啊 你说这个事无关呢 啊 这个福利还有工资都在销件 甚至有发不出来的可能啊 呃 那么这个涉及到美国的一个制度了 像美国的富人小区和穷人小区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如果你单从外观看房子 可能看不出太大的差距 那么他最大的差距啊 在治安上 呃 他的治安的差别主要在于你这个房产税收的高低 富人小区因为房产税收的高 那么他可以配置更多的警察啊 啊 那么 所以他不像中国 甚至也不像台湾 他这个警察的配置啊 啊 是按行政区位给你划分的 那么美国 北美吧 包括加拿大一样 他不是这么来的 呃 他是按照你这个小区 或者你这个小镇的收入的高低来配置的 那么他就是所以 美国的这种警察呀 就有一种啊 私人保安的性质啊 他是双重性 也有国家警察 同时也有私人保安保的性质啊 那么呃 作为富裕的小区 房主人税交的高的话 他的警察配置的就多 那么他的治安就很好啊 贫穷的小区呢 呃 房产税交的低啊 这个房价低 房产税交的低 那么警察配置的少 他的治安就很差 而且这个呃 你像这个富裕小区的警察呀 假如呃 他和贫穷的小区就隔着一条路 那么路对面啊 发生刑事案件 你哪怕正在啊 杀人的话 他也是不管的 因为你对面的小区 贫穷的小区 并没有给我的工资里交税 所以我是不管你的 那么美国的这种警察制度 基本就是美国整个公务员体系的一个缩影 所以美国的这个公务员体系啊 要区分开啊 你是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啊 一个市啊 还是相对富裕的一个市 也是要分开来讲的 那么也不能要一概而论吧 啊 那么他这个事务官呢 呃 在腐败上 那要看哪种腐败了啊 在收礼收钱上呢 啊 管得很严 那么超过20元美金呢 你可能就要啊 就要工作了 但是他又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啊 给你发福利 呃 呃 比如我们监测一个水源啊 这个是我们这个市的水源 觉得这个水源有点问题 那么我要500万的拨款 500元万的拨款之后呢 啊 我们在这里盖个监测站吧 监测两年之后呢啊 发现啊 不错 没啥问题 那么这个监测站拆除 盖监测站啊 加拆监测站花了200万美金 那么还剩下300万美金 这300万美金呢 就发了福利了啊 他会呃 但他不会直接给你发钱 会通过医保养老 或者给你买医保 或者买养老 这种形式呃 给你发下去 呃 因为美国这个公务员系统 对吧 呃 他不像中国有统一的标准 那么统一的工资 有一个统一的基础工资 那么他因为各个地方不一样了 但是单纯啊 就他所在的一些地方 那么 抛掉比较高的福利待遇之外呢 那么单纯说收入的话 也是中上等的 呃 基本就是 一年 存现金的话 能拿到个10万美金啊 而且这个政府的雇员呀 对吧 他有很多的 税费上面的优惠啊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松上吧 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呢 啊 到底 愿不愿意考公务员呢 这个问题很然是否定的 因为美国并没有公务员考试 包括加拿大也没有啊 那么第二 美国的年轻人想不想当公务员呢 想 但是当不是啊 因为没 因为没有这个全国 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呢 那么美国的这种公务员的招聘流程啊 基本啊 都是内部把持的 啊 他需 首先 尤其是这些好的 单位 在 好的职位 在就是啊 活少轻松 钱多 这种职位呢 基本上 内部就已经安排了 内部分配了 这种东西是不会 给社会上有名额的 那他在招聘的时候 我在网站上会公开有这个职位 但是这些职位呢 呃 社会上的人 你哪怕你来应聘 你也不会被录取的啊 就都被内部消化了 呃 那么像一些 除了这些比较好的职位 那么一些基础的职位 也一样 如果内部啊 人看上这些职位了 那么社会上的人啊 已经依旧得不到啊 那么但是啊 呃 如果内部的人看不上呢 啊 会有一部分的 社会上的人啊 得到这种职位啊 那么第三呢 啊 美国的政府也有一些临时工 转正的话呢 嗯 和中国不一样了 中国以前的转 临时工的转正和现在的美国一样了啊 就是干了一些年 那么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花点钱找找人就转正了 那么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临时工想转正 也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参加国家统一的公务员考试 那么如果你通不过这个考试的话呢 你是没有转正的可能的 那么第三啊 这个腐败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刘大胜啊 对美国 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吧 但是对美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啊 而且对很多事情并不做具体的量化分析 完全是靠自己的脑子想象啊 嗯 他靠自己的脑子想象 不要紧 关键是啊 很多的这个 他的粉丝吧 台湾人居多呀 啊 也完全靠自己的脑子想象 而且这部分台湾人啊 你哪怕你不了解美国的情况 难道你不了解台湾的情况吗 啊 你们这个台湾这个公务员 这个工资收入也是公开的 可是台湾这个腐败严不严重 你们心里没有数吗 对吧 王金平那么富裕 王金平就是从啊 从立委 对吧 做了这么多年的立委 那他钱哪来的 不仅仅是王金平了 很多呢台湾的这些 对吧 你还有那个民进党的 政力军啊 等等 对吧 那一公开财产都好几十亿 你这个公开 但是这个财产来源合不合法 这是两个概念 你像这个吴一宁 口一哥 对吧 还有这个华航筹拥 筹拥二百多个 每个月薪啊 几十万台币 那你这不叫腐败 这叫啥 那为什么啊 这个吴一宁能做到那个职位上 对吧 你还有华航的那一堆筹拥呢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个职位上 为什么你就不行 对吧 而且他这部分筹拥 为什么不向社会招聘啊 蔡英文当选之后 这都是你们台美报的 蔡英文能直接筹拥的职位 大概八万多个 对吧 台湾的国企 各个部门 中央的部门 对吧 各个部门出官 那这些职位 这些筹拥 蔡英文 为什么这八万多个职位 给他们 怎么不给你呢 那你心里没有数吗 对吧 你像吴乃仁一家 为什么在台本能拿两千六百万 吴乃仁的儿子女儿和老婆 这三个人 为什么能拿两千六百万 为什么台本也不要你呢 为什么台本让吴乃仁的女儿 他的女儿没有任何化工的经验 去台本当董事长了 怎么不让你去呢 对不对 这个道理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年轻人 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没有公务员设 因为你亚洲就捞不着你 轮不到你 这个社会 这个公务员体系的招聘 根本就不对你敞开啊 台湾的好处在于 他这个事务关系统 也有个考试 所以才有这个热对吧 你如果就像考大学一样 因为有全国统一的高考 你才有高考热 如果你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 那你 你拼命的学有什么用 你你根本就 这个大学就不像你敞开了啊 这个大学就是要捐款 就是要校友推荐 他不像你敞开 你怎么去考 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途径了 对吧 包括台湾也一样 日本也一样 韩国也一样 都有这个热啊 韩国这个考公务员 尤其是韩国的检察官啊 检察官考试是非常热的 他的筛选率也是非常高的 对吧 为什么 这恰恰是一种好的现象啊 证明这个社会的公权力 是向你敞开着的 他并没有关闭 他像这个我们广大的社会啊 广大的大众都是开着的 你譬如我们这些啊 你就举个我们这边 县城的公务员考试吧 他要求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 你一二本三本都可以啊 他只要是本科就行 那么作为一个本科生的话啊 那么我们这个高考也是公开的 不管你是什么家庭 你通过高考对吧 你读个本科 通过本科毕业 你就可以公平的去参加 这个公务员考试 这就是最最最公平的一种方式 对吧 然后你没有这个公务员考试啊 就靠各种招聘 你是个傻子都知道 这种招聘怎么能够合格呢 对吧 那么最后一点吧 中国这个腐败有没有 当然有了 但是这个腐败是全世界性的 你像这个民主国家天天没有腐败 那你永远解释不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过去的啊 主要是说 过去的20年 就是从1997年到2007年到2017年 再到今天的2019年 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全世界最快的 它的成长速度啊 经济总量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经济啊 这个中国的 这个顶级行业的科研水平的增长率 也是最快的呀 对吧 你这个美国啊 FBSA等等 这个今年年初开那个美国国家安全会 也举了这个例子了啊 在在医疗化工计算机等各个领域啊 顶级期刊的这个论文以及论文的引用量 中国大陆已经仅次于美国了 而且这个追赶趋势也非常的快 成长速度非常快 中国大陆一直往上走 美国是往下走的 那么双方啊 距离黄金交叉已经不远了 对吧 这都是美国自己啊 从这些顶级期杆中掉出来的数据啊 啊 那同样的道理 包括过去的基础设施建设啊 等等各种速度了 它都是最快的 而且是最便宜的 对吧 那你一个腐败的啊 做的增长速度快 那么科技水平发展的最高啊 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快 那你一个又清廉又高效的政府 怎么什么都慢呢 对吧 你像美国一样了 一个一条路修了十年了 咋还没修完呢 你这么清廉这么高效 怎么十年也没修上这个路呢 包括台湾也一样了 对吧 台湾的台北好几条路 你都折腾二十年了 一个核四至今都整共赢败 你就这么 你就清廉成这个样子了 包括这个金门大桥 这个港珠澳大桥 对吧 没有十年都建出来了 这个金门大桥 喊了二十年了 至今两个影都没有呢 那政府不是腐败 就是什么呀 对吧 这个腐败青年不是靠嘴讲的 那我们就 就说这个政府的工程吧 那简单举个例子吧 对吧 你就说这个网络激战 或者是修一条路 那么如果说修一条路的话 我的成本是五十 你的成本是一百 那你就是腐败呀 对吧 而且我们不管说这个网络建设也好 这个修路也好 他包括我就说港珠澳大桥也好 人力成本不要老讲什么人人贵人贵 人力成本在这里所占的成本并不高 你像什么钢筋水泥的采购成本 这个全球采购价格也一样 真正的成本出在哪里去了 对吧 不都是腐败吗 各种那个利益输送吗 各种游说集团吗 只不过你的腐败是另外一种形式 是一种广大的 尤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吧 你根本就接触不到 甚至你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形式 只是他把这种形式做得更加的隐蔽起来 这个刘大圣简直就是这个 应该说是台湾或者海外吧 这个华人呢 这个智商的检验机或者检测仪吧 对吧 天天捧刘大圣的臭脚啊 不管是港澳台的还是海外的 还是中国大陆的一些 这个都是智商有问题 他就是一个智商的检测机啊 评价一个人是一个聪明人 还是一个蠢蛋 就看他这个是不是捧刘大圣的臭脚 对吧 是不是天天支持着刘大圣 那好 今天这期视频就正是说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